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花江 今天呢,我们继续讲的是长寿花 我们可以看一下手上的这辈长寿花呢 是我之前视频中出现的两次的长寿花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形状呢 现在呢,是非常饱满的 非常圆润的 而且呢,它已经长出了新的花苞 像太大形状呢,整状呢 我们是通过修剪 来使它形状,保持整状 不像有的朋友呢,养着呢 它比较乱,比较大 而且呢,已经影响了美观 像修剪呢,我们还可以促使它花苞的形成 像它的花呢,已经是今年第三次开花 是非常漂亮的,修剪的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两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叶片呢,是相对比较瘦小的 因为呢,在养殖过程中呢 我没时间对它进行试肥 它的叶片呢,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平时养护的时候呢 试肥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肥料的选择呢,可以是有积肥 像这个牛粪,羊粪,鸡粪一类的 可以对它进行试肥 如果为了整结,我们可以施负合肥 还有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这盆花的液径呢,相对是比较长的 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棚内需要遮阴 光照呢,是比较差一点的 而且呢,它水分充足造成的 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 给它进行增加光照 增加光照呢,可以使它进行光合作用 也可以抑制它花精的继续生长 影响它的美观 如果你想了解长寿花的养殖知识 可以点击了解更多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也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下方关注 或者呢,是关注我的微信公共号 里面呢,是可以发足遍的 能够更好的帮你解决问题 我是小花江,拜拜